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老里见古风了 你要干什么呀 毕竟是自己人吧 虽然他有罪 可是也不少冤情 他有什么冤情 侯永利告诉他 只要把你爸咬出来 就可以把他放出来 侯永利 那咱们得找他算算账啊 一个侯永利 无所谓 和他背后有人嘛 谁啊 还不清楚 反正 他们不会让咱们过上好日子的 他们想干什么 为那四口老叫呗 你爸呢 现在的确需要个帮手 这古风又是你亲堂哥 你看 如果他出来的话 他就是放出来 我爸也不会用他 行了 不说这些了 老太太答应来了没有 答应了 还挺高兴的呢 你一定要想爸爸 把他肚子里的 那里学问全掏出来 看得各路的九行的销路呢 了如指掌 只要有他 咱们可以打开所有的渠道 他还答应啊送咱一份厚礼 礼不礼都无所谓了 只要他能来 就大不一样喽 今天他还让我尝了他们家的 卢家老叫酒 好 你猜什么味啊 特别特别的香 甜甜的腻腻的绵绵的 留在嘴里呀 久散不去 你闻闻 我嘴倒了 看来啊 还有好些事 咱还没弄明白呢 既然没明白 咱们就慢慢地弄 慢慢地明白吧 爹 吃晚饭的时候您尝尝 这是我们新出的酒 不尝 老爷子 好久没吃我做到八宝粥了吧 来 尝尝 不尝 您怎么了 我们自立门户你好像挺不开心的 你不上我那儿看看 不看 呦 谁招您了 我问你 你们酒房 为什么起那么个名啊 长胆斋 刘叔随便下起的呗 不一定吧 结了婚 有了酒房 不甜吗 怎么不叫吃甜斋呀 吃甜斋 这也叫名啊 真想得出来 听说你们生意做得不错 原以为只是说说而已 我想 你们有多大本事 实在干不下去就回来 现在看来是回不来了 您哪 您就让位吧 刘叔还真想把我击垮呀 他吃着碗里的 两只眼还钉在锅里呢 您那套农民的经营方式早过时了 这生意得做活 活了才能火 您啊 真该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那好啊 改天 改天我去看看 这环境你也都看到了 你那个小戏班子 能在这儿唱戏 那是抬举你吗 那洪掌柜这厂租 这厂租一分都不能再少了 那您再便宜点 我跟你说 有多少个戏班子想来 我都不租给他 我这是看在你的面子 那行 我这就回去给你拿钱去 快点啊 说不准晚了 我可就改主意了 侯掌柜的 好久没见了 好像好久没露面了吧 又说 你进来倒是蛮得意的 到这儿来干什么 看一个老朋友不行吗 你的老朋友恐怕在这儿找不着吧 你把他请回来 谁 柳絮颖啊 他那个烂西班子啊 不适合在我这儿唱 那可是江阳的头一份 可他交不起这儿的厂租 我替他交 他得罪了我 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你算是哪根葱啊 跑这儿来给他赔礼道歉 刘叔啊 你是诚心往我脑袋上抹绿是不是 我告诉你 死了这份信 我还要好好活几天 你不活得挺好的吗 好啊 当然好 倒是你 既然能活到今天 那可是烧高香咯 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 得问你啊 什么意思 听你这话是 弦外有音哪 听出来了 有人说 我不是失足落水 你自己的事 还要听别人说 好了 我没闲工夫跟你扯 失陪了 前两天 我到牢里 去看了古风 你去大牢了 古风有点冤枉啊 他说什么 他说 是有人指使他满凶杀人 谁 他叫我不要说 给那个人留点面子吧 刘叔 你是在吓唬我是吧 你有话到官府去说 到官府你当然不怕了 不过我只担心 你哪天也会失足落水 刘叔啊 你不会这么干吧 怕了 就算我跟你留条命 如果我把你做的那些烂事 给你兜出来 我叫你在江阳 站不住脚 你信不信 我信 这江阳的百姓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把你淹死 你不光是滤 而且还失虑失虑的 刘叔 你到底想干什么 把柳老板请回来 明天我就坐这儿 听柳老板唱秋江 sağ ol 张大人 我求您放在古墓 她栽赃诬陷 险些要了你老岳父的命 你还给她求情啊 可真是满凶杀人的人 却逍遥法外 谁啊 是您的亲家 侯永利 别信口辞皇 一样判你的诬陷罪 你告不了我 我有证据 哪嘞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吓唬不了我 我不是侯永利 只能吓唬三岁的小孩 怎么说 你真的不犯顾风 不犯 我关他一辈子怎么样 那我可以去告你 告我 我是政府命官 元大总统连自个儿都顾不了 他知道你刘叔是谁呀 你就什么都不怕 我怕谁 天高皇帝远 再大的官我也不怕 我ori 我 准备 来 来 来 好 好 好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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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读诗书 不用言 我猜出来了 有好酒卖 什么都难不倒您啊 听说光这面棋就招了不少顾客 会做生意 猜出这面棋的人可不多呀 我把斯坦老酒送您家去 走 刘叔啊 长胆寨这个名字 太鲁锋芒了吧 太鲁锋芒了吧 你也这么说呀 还有谁 我爸 刘叔叔啊 这个名字是他随便下取的 是瞎起的吗 当年岳王勾建 握心长胆 要报傅差之仇 你要报谁的仇啊 我取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小时候受太多苦了 现在日子过得好多了 所以是告诫自己不要忘了过去的苦 这点苦你老记着干吗 想着过去的苦 你今天喝口凉水都知足 还能往下卖着弄剥 忘了吧 谁还没点苦啊 就是啊刘叔 咱把名改了吧 改就不必了 只是这名字啊气量太小 容易惹麻烦 你们有事啊 冒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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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会长 别走啊 这 李会长 李会长 李会长官 也要给面子啊 多赵赢这小两口 好手 好手 来来来 咱俩喝 刘叔啊 求你件事 您吩咐 我想把永昌托付 给你 叫他当个伙计 也好跟你学点本事 永昌 你比刘叔大 就叫他老弟吧 这个 是兄弟还是徒弟啊 随便 什么都成 这永昌呢 是大公子 是豪门之后啊 你看 你这是客气 还是回绝 当然不是回绝了 那就是客气 也不是客气 是什么 哎呀 行了 这么点小事 至于那么坑坑吃吃的吗 我是老板娘 我做主 收了 叫弟妹 弟妹 不行 这得刘叔说了算 你同意我就把人留下 你不同意 我马上带永昌走 刘叔 刘叔 我可没把你当外人呢 等等 您看您这是干什么 您说的算 留下 留下还不行吗 宋嫂 上酒 好 好好好 喝酒 我今儿非喝得狠着出去不可 好 换一探 给你 我不白叫你收个伙计 有一份博礼送给你们 永昌 叫我看看 先别看 小两口夜里上了床再看 您又给我们打雅弥呢 老太太 我还有一件事要求您呢 说 这四川啊 各路的酒商酒友酒铺 酒楼酒行啊 凡是跟喝酒有关系的事 您都得一一告诉我 我要您一张四通八达的联络图 喝喝喝喝 瞧这小嘴儿一串一串的多甜呢 行不行啊 你只收了我一个混饭吃的伙计 我就要把三十年的生财之道都掏给你 我不划算 看写什么 儒家老九秘方 好 打给我看看 还有这么支酒的 或许整了酒的脑袋 也想不出来啊 难怪你说这酒啊 绵绵的 细细的 腻腻的 真神了 这没脏纸 老太太就用这么大一个匣子装啊 不知道 这匣子 它怎么看都像是一个 装什么古斗玉器的 不知道 好 好 刘叔 不对啊 我们家永胜的秘方 我爸从来都不让我看 这秘方一般都是宁传儿媳不传女儿的 老太太 凭什么要把他们家的祖传之宝 传给你这么一个外星人 大概是收录共产的交换吧 那也不对 这有点太过了 老太太那么精明的人 难道她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啊 我问你啊 我怎么知道 不管怎么说总是好事吧 咱们先按着这个秘方先试起来 柳叔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瞧你这不是好事吗 可不可以 这个队是个队 这队是三个队 你这都没什么队差 你这根接不得是 那你这队是一队的 你这队是一队才是一队 天这你快看了 快看 来了来了 来啦 什么来啦 那是老百姓的船 连这个也看不清楚 但是 学生大人怎么会做老百姓的船 今天上午只过了两只官船 看样子都是去了成都 连岸都没考 这就是江洋 走 慢点 在 正的 别离他们 快走 好 这你说也怪的啊 说是中午来的 这酒席都准备好了 会不会 回去吧 当然 回去 来了怎么办 我在这儿等 一看见官船 我马上就叫您 行 要快啊 是 我要不来接 那可就是你了 我先把酒喝出 老大公子啊 来 吃一口吃玩的 这样的 我来把他倒好 哎呦 拆 拆大公子啊 这位老爷 少见 二二二 我里 里边请 过了 过了 请问一下 卖名叫老九的长胆斋在哪 你说的是那个 刘叔那个酒 酒坊啊 就是 正是 那是往前 桃圆巷就就就就是了 前前前前还有个大大大酒棋 快快快 拐弯就看见了 多谢多谢 二位 刘 刘不 我这酒啊 也 也是 名阳穿闪 威赈 云 云 云贵呀 尝尝吧 哎呀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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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胆斋是名叫老九 远近驰名 我一入川就听说了 走 走 走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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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别 别 别走啊 别 别走啊 这种谜还要猜吗 有好酒卖 展望 进去 叫他们送我四坦好酒 好好好 吴雨 展鹏 是啊 最近不是跟了学证闻大人吗 这位就是啊 闻大人 是啊 闻大人 闻大人 真是不知道您要来 我这小酒馆 又小又乱的 哎呀 酒香不怕巷子深 快拿酒来 我 我 馋的要留哈拉的了 好好好 刘叔 刘叔 哎呀妈呀 刘叔你快来呀 这个老板娘啊 跟我是一个奶娘奶大夫 从小就在一起 这个老板娘啊 她叫古语 这个 什么呢 好一个标致的小本娘 是 文大人 文大人 展鹏兄弟 大家光临 真是蓬壁生辉啊 哎呀 少啰嗦少啰嗦 酒 酒 送嫂 酒 快 酒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走 大人您尝尝 大人请 好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酒 好酒啊 好酒啊 快倒酒倒酒倒酒 没人 没酒 没井 不需此行啊 倒酒快点啊 老师啊 这两盘的酒您都喝光了 泡菜就吃了一盘 您多吃点菜吧 不能多吃 菜香就把酒香冲了 你不要害我 我要给你提几个字 结婚方四宝一用 我说展鹏啊 咱俩要是被那张大人接着去 哪里还有如此哑乐 我是掌柜的 这个 刚才酒席上的诗迷 我可是猜到了 是不是应该 由斯坦老酒相送啊 我已经跟您背下了 等你走了之后 我派人给您手传上去 谢谢 来 大人 大人 来了吗 早到了 上哪去了 去 去刘叔的长胆斋了 你看这声闹的 这老爷子想干什么呢 快走啊 是是是 酒香不怕孝子深 尝胆美酒醉世人 对啊 好啊 太好了 那个 比较好的挂起来 为你扬名 我一定会挂起来 顾玉啊 看来咱们酒啊 真的扬名了 对啊 闻大人 闻大人 你就是镇守使张大人 张银贵 输老夫无礼 我是自幼嗜酒如命 早就听说江阳酒美 长胆斋更是首屈一指 于是老夫就寻香问酒来了 先解解禅 闻大人 我们已经备下酒宴 虚习以待 那也一样是老叫美酒 不不不 深深酒香之中品酒 与官府的酒席大宴 岂可同日而鱼 味道不一样啊 闻大人 江阳的大小官员 都还候着您呢 请吧 走吧 走吧 怎么 这这酒签谁付 您这一字千金 还付什么酒签呢 不过 我有一事相求 我喝了你这么好的酒 甭说一事 十事八事都行 你说 这古语的堂哥呢 的确犯了点事 可也有不少的冤枉 现在还关在大牢里呢 这个事 张大人知道吗 知道 可现在还没个刑期 都关了大半年了 有人说 我就关他一辈子 又怎么样 这个人很讨厌 我说 这民国政府就没个法 他说元大总统 自己都管不上自己 还什么法不法他 这个人太讨厌了 这事呢 也没个证点 他说证人已经越狱跑了 没得找 这个人真真地讨厌 我说 你就不怕上面来人查你吗 嗯 您知道他说什么呀 嗯 这山高皇帝远 再给大的官来 我也不怕 哦 连我也不怕 嗯 那倒没怎么说 那这个人是谁 您就别问了 您就当他是下三赖 当他是臭流氓 混账王八蛋 对对 对对 张大人 你既然知道这个事 那就去查一查吧 好吧 是 查一查 放了吧 你以为如何 是 放了吧 放了 别不乖 把股份放了 大人请 掌柜的 我 我的酒 我的酒 可您带着呢 带着呢 回大人走好 你刚才胆子也太大了 对付这种酒酬 我当然不让 太好了 行 好 好 好 我还来领醉了 没出息的畜生 下去 洗澡换上衣服 知道那天我看见什么了 什么 一个木匣子 木匣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是卢家的传家之宝 霸宝如以尊 老太太送给刘叔了 就是 日本人急着要的那个东西 就是它 所以咱们先把宝贝弄到手再说 就在刘叔家里 这个老太太简直是疯了 把这么一个宝贝送给了外乡人 由此可见 刘叔并不是什么外乡人 咱们措施良机了 此话怎么讲 刘叔一直来历不明 老太太当年 不是赶走了母女二人吗 刘叔一定和这母女有关系 对 她是回来报仇的 听听她酒坊的名儿 长胆斋 我心长胆 心失雪恨 明白了 这里说不准哪 还有更多的故事呢 那真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 可这弄来弄去 老太太和刘叔搞得一块去了 怎么没空可钻呢 怎么早没想到呢 你呀 你那坏事别成天留在外头 得把她五脏六腑都灌满了才行 不不 你还能拉怎么拉 都灌满了行吗 可现在怎么办 先到她的八宝如意尊 俊 来了半天的话 你这几天怎么不去听戏了 你那天晚上回来演的时候 我已经去过了 那都过去几天了 这段时间酒房开业忙嘛 江阳酒夜和你的名声 现在可是很大了 如履薄冰 你好吗 要是没有你我 感谢你的话我说得太多了 很俗吧 你跟谷雨过得好吗 挺好的 许云啊 有件事情 就那个粘子 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是这个吧 我给你洗衣服的时候偷偷换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千万别摸 我跟你惹祸了吧 没有 你用不着骗我 我都已经猜到了 你这人就是这样 出了什么事老爱自己顶着 真的没有 那我那根呢 还是还给我吧 我忘带了 你就不留个念想了 我还是别再连累你了 我跟你说的没有 听说侯永丽要找你麻烦了 没有 我一直没见着他 谁知道他忙什么呀 我听说他的酒房 让你挤得都快没生意做了 商场如战场 谁强谁活着嘛 刘叔 是古少奶奶啊 那我来给你道喜了 您可是双喜鼻门啊 你们俩干什么呢 没什么呀 刘老板 我会去看戏的 你先回去吧 好 站住 刘虚影 你到底来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呀 我请你们二位来看戏的 干什么戏呀 他就是来请我们看戏的 你安得什么戏呢 行了 你别往歪里想 刘叔大哥可是堂堂正正男子汉 是啊 刘叔是堂堂正正 那你呢 我 我清白做人啊 我看你不怎么清白吧 过分了啊 刘老板 先走吧 我要跟他说清楚 走 你 回家 看见了啊 人家是来还簪子的 还簪子 做给谁看呢 他那根呢 我忘带了 我要带了 我就还给他了 我看你是舍不得吧 你别胡闹啊 为什么要还簪子 他喜欢我爱我想着我 他让我天天地想着他行吗 行啊 那你要他 你娶他呀 我倒想娶他 别人还不嫁给我呢 喝 他 救他 还不愿嫁给你 过瑜啊 他 咱别闹了 这刘讯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语言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怎么说 他说 下辈子他落个干净身子 他非嫁给我不可 明白了刘叔 你知道吗 你真的很招女人 刘讯永爱上你 一点都不奇怪 可这簪子是我的 你和他换簪子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心里有愧吗 有些话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可我今天非说不可 这换簪子的事 我压根就不知道 那天我是被绑匪打晕了 扔在江里 你知道吗 什么 你不是十足落水 不是 我没有看喜 也没有喝酒 更没有喝醉 对 如果不是刘绪颖 可以说我已经葬身降低了 那 他们为什么要害你呢 为了四口老教 古风买凶杀我 为了四口老教 我出身入死为了四口老教 我不信刘 我就是当年被老太太 赶出江阳的那个女人的儿子 我叫卢云桥 天哪 你居然瞒我瞒到现在 我跟卢云昌 是同父一母的兄弟 我回江阳 就是要报当年被赶出江阳之仇 也要报谷家 侵照我卢家祖业之仇 我从小就立志 要恢复卢家祖业 太可怕了 你简直太可怕了 我怎么会掉进这样一个陷阱里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这个仇家之女呢 现在两口老教不是已经到手了 另外两口可以说也是置日可待 就是为了这个 不全是 不全是 我跟柳迅说过 你是百里条一的好姑娘 她对我说 让我娶你 最终 你总会理解的 你这是在犯罪 你你拿婚姻做赌注 你拿我这个女人做赌注 你丧尽天良 你把她好啊 其实欺骗一个 心里纯真的女孩 我心里有亏啊 如果没有柳迅云的鼓励 我却娶你 我却娶你 难道你一点都不理解吗 我一直是觉得哪儿不对劲了 可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 我居然被卷入这么大的一个阴谋里 我也觉得哪里不对劲 是我制造的阴谋 还是我掉进了别人制造的阴谋里边 我现在脑子里一片混乱 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你让我想想 你让我好好想想 这到底是 是哪儿出了错 是谁错了 是谁错了 有件事我要求你 明天你爸到床南寨来 你先别告诉他 我哪里还敢告诉他 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 我也没法去见他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就说我病了 我去不了了